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到一些近日发生在香港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那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的 希望为香港找到一条好的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现在面对的问题 就不只是和大家一起批评一下政府 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那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最后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或者建议我们香港每一个人 其实可以做些什么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特首或者是各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呢 你会怎样处理那件事呢 那我们一向都认为呢 其实呢 所有问题呢 要解决得来呢 都要有以下四个的方法去做 四个步骤 第一 我们要认清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第二 认识问题的真正的起源 第三 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法 或者一个方向 那最后呢 就说呢 我们香港每一个人 如果能够发出少少的代价 就可以推动比较深远的建设性的行动 那这个就是我们香港更好大行动 一向贯彻的一个中心思想来的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讲题呢 就相信大家在传媒报纸都已经听到很多的了 就是关于最近那个教院风波的问题 那其实呢 在表现上呢 就是我记得上一次 我们曾经讲一下教院风波 那当时George说呢 这些根本是利益的争拗而已 是没什么值得说的 那其实到头来呢 到今时今日呢 我们看到呢 其实坊间传媒呢 也有很多评论 各有各的说法 那最终就是得到 就是结论大家都知道了 那但是其实呢 背后那个教育的问题呢 在这处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 和我们参加讨论这个节目呢 有我们一向的黄岸妍啦 和金永妍啦 和何佐治 那我稍后呢 好像有宣法文都会来 帮我手说一下 那我在报纸上看到的资料呢 第一呢 就是看到大家的说法 也都有个评论 那也都 那罗范昭芬呢 都最后呢 都有封信 公开的信 说他为什么要辞职的 那他信里面呢 提起了几点东西呢 其实我们觉得是可以 就是反省一下的 那其中他就提出呢 那就是这件事呢 其实呢 是希望呢 能够引起社会人士呢 对香港那个 棋型的政治 那个生态呢 是有些讨论和反思 那这件事呢 其实呢 都得它是什么意思呢 那待会大家可以 一起帮忙想一想的 那再一件事 我就看到一件事 就是关于那个 就是诉讼 这个打官司之后 那背后呢 就是用了很多很多钱的 那有时你看一下 他所用的那些律师费呢 其实也都 让我们想起来呢 其实呢 要取公道 所要付出的代价 是这么昂贵 那对香港那个 整个所谓那个司法制度 香港那个 是不是有个所谓公平的 的法制 人人都可以采用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其实这种 这种这样的问题呢 他们过去都有提及的 那但是这次呢 也都可以 就是大家再进一步 再想一想 那 好 大家在这方面 有些什么看法 那这些报纸的 其实实在太多 太多了 你都没有跟以前 一直跟着 发展更多 我没有的 这些事情 有什么好说 这些全部是大家 争取的 那些 权力斗争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权力斗争 就是 他们在他们的层面里面 是一场权力斗争 就是人头落地 就结束咯 但是 解决不了问题 他们的权力斗争 你说是不是 我就觉得 对于学生 这么多用处都没有的 金先生都同意 就是整个 整件事 就是我看 整个教育 正如施智山学会的朋友说 教育的最终的 就是那个仇益 是应该学生 就是那个最终的利益 照顾的利益 是应该学生 那整件事 是啊 教师那些很开心 拍了手掌 他们 诶 拿饭招勤 不能做了 他们自己说 他也有今天 是啊 他也有今天 很开心 那又怎样 是不是 一个教育官僚的头头 不做 他也不做了 早就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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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署的廉政专员 他也做了 是不是 那 就是 那些教师 那么开心 那 是因为 是因为 这几年的教育 羅范招勋 他们认为 常常针对教师 比如 有一个point 就是说 羅范招 每个人都做得教师 那些老师 不信气 就是说 教师是专业的 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教师 我想在我们香港出路的看法就是 人人都是老师 就是人人都可以做医生 不是他说那种要拿拉审那种 就是 我们的concept 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导师 老师 老师 这个concept有什么问题 由柏拉图 縮卡拉底开始就是 一个跟一个 不是 我都经常教人的 我也有很多人教我 有什么问题 中心都是这样 是的 还有 整件事 就是 说来说去 就是说 要教育学院合并 你 正如 你看很多大学 比如 港大自己也有教育系 那难道 港大自己的教育系 是独立出来的 香港大学 教育学院 有整间 是吧 中大也有教育系 其他大学也有 那 零零四四 有一间叫做 香港教育学院 只是一美 就是讲教育 周兆祥自己说的 他最有资格 教了几十年 他说最没有教育 就是教育界 他自己说的 嗯 为什么他这么说 我也不明白 因为他自己做教育 多几十年 看得到 最没有教育 就是教育界 没有教育师 很少进修 之类 之类 Doctor 就是 好像有些 你有些实例 是不是 譬如 有些 患者跟你说 最不喜欢看书 就是 哪些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这里 就无意 批评 一些老师 就是 但是 整个实情 整个问题 就是 我们的方向 就算香港出路 我们的看法 都是 最终 教育的目的 是为那些学生 不是为你们那些人的利益 你经常说你们那些人的利益 教师要 要加薪 又说要教育自主 不是 又说要院校自主 那些 那些学生 是什么事 只是理你们的权 是吗 就是 我自己亲身 我看整个问题 就是 你那些人根本 搞来搞去 对香港整体的 我们的 我们的学生 没有什么好处 我自己亲身的体验 就是 令我反感 就是 我这样的资历 竟然是不可以在那间 学校里面教 做一个教师 你没有拉审 就是那间 就是那间 又是他们那班人说的 又是那班教师 又是教学院 要拿拉审 要进去他那里读 一天就进去教育 即是你是教授也好 都没有拉审 但是 但是 这些是周少长批评了很久 就是 香港是不怪异的 就是 比如 你想理 比如 我是某某校长 喂 George 知道你怎样 过来 就是 看法一下我的学生 就是 不行 不行 不是 你是下了堂之后 就是 看法师 喂 过来 和我们的学生 讲一下你的经验 那就行 那就行 不是 禮堂就行 入课室就不行 入课室不行 就是 上堂那样 不可以 请你回来 像GAS 在禮堂上就行 最近有一位法官 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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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要教一些人的英文 我想他只能幫人補習就行了 如果他想來教英文 我肯定不行 我可以告訴你我親身的經驗就是不行 連George也不行 那為什麼呢 沒有 license 為什麼要沒有 license 你要讀兩年 那個教育學院拿到 license 那你可以教 大哥我已經死了 已經60歐了 所以你就看到教育學院自己 根本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就這麼簡單 那 教統局 羅范昭芬 作為公務員 他要看著資源運用 那他 喂 你都 就是 這樣沒事的 李國璋叫下去 公務員執行 當然要跟你說 喂 不如你合併 他也是說這件事 對不對 我個人看法 都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 但做一校之長 我當然不想 對不對 熟了我又去中大 就是 作為一個教育系 做院長 是主任 只可以 跟校長相差很遠 零為雞厚 莫為牛厚 所以他教學院 經常想升格做大學 教統局經常反對 給他們升格做大學 如果你這樣的話 我又覺得 李國璋也說得對 羅范昭也說得對 如果這樣的話 其他教育系 不如有升格 對嗎 那你對其他教育系 又不是很fair 你經常說來說去 都是為自己利益 我覺得整件事都是這樣 但是你看一下 譬如這個 譬如這份《明報》 有一個分析的文章 他說 已經搞了三個多月 有二十四位證人 動用了二十幾位律師 凌訊了三十七日的教院風波 其實他說 看這個教院的聆訊 就好像高教界的一場 唐心的風暴式的真產案 因怨懲仇 延綿素宰 爭的家產就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學術自由 和院校自主的論述權 其實他們說爭的那件事 不是說我們剛才說 可不可以合併 或者不准合併 其實他們說來說去 其實他們的重心 為什麼爭呢 就是爭的學術自由 和院校自主 就是說你不能干擾我 雖然背後的背景就是 我們要合併 合併背後有大家不同的利益 爭拗 但現在整場的聆訊 或者官司 其實那個重心就說 有沒有學術自由被干擾 這只是表辨理由 暫時他們是這麼明顯 不是 他的學術自由 最主要是 他說受侵犯 是因為有幾個 他們來教育學院的學者 就在報紙上 撰文批評教改 羅范昭芬 就打電話給他們的老頂 炒他 就是炒他 就是你那些人 我就不是很不滿 這樣 這個就是防衛言論自由 那 他可以撰文 撥他回頭 他想不這樣 我不知道 他想不這樣 我不知道 背後有很多干擾 對這個學院 是真的 我看到很多事情很有趣 如果不是因為校長沒有職 不跟他做藥 那一路不會揭出來 校長繼續做下去 可能他很抗拒合拼 這個校長 這個校長副校長也是 羅范昭動 莫麗士 他很抗拒 那就是因為 最初不肯再跟他做藥 他就爆這些事情出來 那他自己的想法 當然就是 如果我繼續 我繼續抗拒 保護一下利益 不要說這些 痛苦的事情 我自己什麼都會算 但是現在 既然走 告訴你 一直都有人想你們 你不如合併 這樣就爆了出來 哈哈哈哈 問題就是這樣 你爆了出來 整個看法 這件事 我就奇怪 有什麼必要呢 就要開庭 即是他整個調查委員會 三十幾日 是吧 用了三千多萬 律師費 是不是五千萬 有說五千 有說三千五 幾千萬律師費 他叫很多千 大多數 意義在那邊 你不開庭 你問一下普通香港人 有留意時事 羅法昭芬 像不像說這些事情 會做這些事情 每個人都說會 李國昌是不是這樣的人 你記住我 你記住我 李國昌是不是這樣的人 你試試問一下 任何一個學生 先生 和他共事過的人 包括我 我在中大當時 他當老闆 每人都知道他是這樣的性格 會做這些 說這些話 不用查 根本是不用查的 需要這麼大張旗鼓才知道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些事情 我告訴你 每天都在發生 在政治的地毯下 其實是長年長年發生的 只不過是沒有掀出來 一掀出來 社會這麼單純 哎呀你干預學術自由 那些人就瘋了 然後就很大件事 一定要認真處理 整件事就是這樣的政治 你說有沒有justice 這件事 三千多萬 七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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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教院聆訊總開支 三千萬就是調查委員會的費用 其他律師費 例如李國昌和羅范昌的律師團費 二千 教院校董會律師團費用一千萬 最便宜是莫黎時和陸鴻基律師費用 九百萬 他們計算過 總共加加萬萬是七千萬 他們打算買一層樓 那便慘了 我想我都給了些尊敬他 暗瓦底走了便算 就是拿回公道 在他來說 即是受了多氣 幾年裏面 拿回公道 但這個公道原來幾百萬 你讓我忍了氣算 這壞樓 我忍了氣算 那你哪有司法公正 你沒有錢 你沒有公正 即是我說 你第一天去讀法 有個故事 告訴你 司法大門是打開的 他打開就像希爾頓酒店大門一樣 打開 每天都可以進去 不過你沒有錢 不要進去 哈哈哈哈哈哈 教不了這條數 你不要亂說 你不要亂說 有些大酒店 現在香港剛剛開始 就告訴你 加拿大這些事情發生了很多 有一宗案 就是用了加拿大 Taxpayer 20 million Canadian dollars 我不知道怎麼算 20 million Canadian dollars 2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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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幣 加幣 就是億多 億多 那現在都7000萬 不少了 不是差很遠 其實便宜了 這樣便宜了 加拿大那些QC一定不貴 比較善用資源很多 他們打了20年 20年 看得來 以香港的律師費價錢來說 這個看得來 原來加拿大是很善用資源 哈哈哈哈 因為查出一件事 就是媽媽女人這麼簡單 每個人都知道的 你就要用7000萬 反友界線 去查出來 整件事很無意義 都是一個政治解決 如果你說合併不合併 你政府任何一個決定 合併不合併 那你說不要吵 不合併算了 他是不是背後影響 我們是叫他講聲對不起 可能他性格不好 算了 便解決了 要怎麼查 我都不明白 查出來又怎樣 現在 你說是否應該不合併 我是應該研究的 是應該研究的 研究都不可以嗎 說了合併就是 什麼 學術自由 沒有這個回事 學術自主是你個人的問題 不是院校的問題 是你自己做研究有什麼 叫你做什麼研究 或者你做什麼研究 不准你做 那就是合併學術自由 是吧 政治理由不准你調查香港政府的民望 那就是合併學術自由 他這件事有些古古怪怪的 其實不是很關事 就拉一堆來講 就很明顯 George說就是 就是 George不是太研究香港政治 但是普通人 因為普通人在觀察 都是politics 這些 就是什麼 all face politics 很明顯 你也鬆鬆 不是 政治鬥爭 政治鬥爭 最終是人頭落地收場 就是 Dr.你也經常有一句話說 誰給錢就誰點搶 是不是 那 例如局長 問一下你的院校 這些官僚有什麼不奇怪 他們經常都做的 對不對 應該有這樣說 我跟教署中下層的小官員聊天 他們很不喜歡羅文昭勳 因為他以前開頭說 教學不是教金數 但做得兩整都是官僚 經常問他 教改的東西 學生會多了多少分 最終都是拿分數 看得到實際的東西 提升了多少水準 就不是教育理念 他以前都是這樣 官僚做事 說一套做一套 但他都說了一樣 他說教署 其實長時間 所有中學 就算要怎樣練 以前的教育官員 因為中學校長 中學教師很欺負 然後怎樣做幾多東西 怎樣檢查他 他全部都會忍你吞聲 算數 但他們也有個習慣 他就不會碰專上學院 因為專上學院的教授 是吧 博士 可能國際學者 政府官員 干擾他 可大可小 地位是高一點的 大學以上 所以以前的教育官員 就不敢去移動他們 羅范之威登上場 這班保守的 樂伍的官員 他們全部都趕走了 怎麼趕走呢 是升職職 然後叫他退休 因為升職退休 就大不淺了 然後有個人 就不知升職了 上次升職下午 第二順辭職 知道要賠償 不斷逼你走 還死 唯有辭職 他就換了處長 和副處長 跟回他的線路 那些做法 即是他的官員 他是很激動 很勇敢 他推他很多東西 而他推他過程 當然就是很明顯 就是犯了這些 不應該犯的錯誤 他是太干擾別人 是 其實這個結果 不是出奇的 是太遲了 即是他們撞板 是來得太遲 即是變法 太多人的利益 那其實呢 我講真的來說 如果是看羅范之威 過去所做的那些事情 我感覺上 他是做了很多事情 他是真的有膽識去做事情 所以他最後 他自己的辭職信裡面 都陳述 即是 我這麼盡職 希望做好 我應份要做的事情 結果我的收場就是這樣 那他意思就是 其他的人會怎樣呢 其他好像我們政府的高官員 會不會有同樣的收場呢 其實某程度上 我也記得 有 有 有位 推動那個 那三條 那位 那些 那些 其實他也是很樂力做的事情 是吧 那只不過 當時那些做的事情 是 不是一個受歡迎的 很多人反對的事情 但他是做得很好 做得很樂力 那結果 那個收場就是這樣 是吧 那就是 解決問題 就是將他趕走 那在某程度上 其實這些情況 其實不斷都是發生著的 那我們常常在我們香港間老大行動 我們那個創會那個那個宗旨 都常常很強調的 其實呢 我們過去呢 很多問題呢 常常假來假去都搞不清 很明顯呢 我們根本都未曾真正了解過問題到底在哪裏 OK 那從而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就常常都依賴那些所謂專家呀 行內人士呀 專業人士呀 來幫助我們呢 是來解決這些所謂的社會的問題的 那但是呢 我們很多人都不了解呢 我們很多很多這些所謂的社會問題呢 那真正的成因呢 都是這些所謂行內人士呀 專業人士呀 設計出來一個制度 這個制度呢 表面呢 就是為香港人謀福祉 但是呢 在從中呢 他們一定呢 是要保障到他自己的專業的私人利益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所有我們遇到的 香港遇到的問題 或者全世界所見到的問題呢 其實都離不開這個我們 我們看到出問題的根源 那其實他要改革 很明顯啦 教育有很多很多問題 很多人是真的不適合於做的 那他要大刀劈虎 要去趕走這些人 那當然會得罪很多人咯 那我們整個制度呢 都是這樣啦 有什麼事在這裏 那就怪責某個人 那就趕到他下台 那以為問題就解決了 那這就是我們過去 我們香港所謂的政治文化 其實不是香港啦 我覺得其實台灣啦 其實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那香港的大人 經常說呢 我們如果再繼續下去呢 那這個問題 只會不斷地重複 不斷地迴避 因為真正的問題 那個根源呢 我們根本是沒有接觸得到的 那由這件事 就是這次的所謂 在校園風波呢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很多事情的 第一就是我們經常都強調 就是教育那方面 是應該是方向應該怎樣呢 那我過去都說了很多次 很多年前都曾經提過 其實我們社會是需要多元化的人 我們社會不是只需要一種 讀得書厲害 考試考得好的人 但是偏偏呢 我們整個教育制度呢 的重心呢 就是只是訓練這些 玩學術遊戲 考試考得厲害 那些分數計得出來 這些這樣的情況 這些想法就是這樣 那所以我過去認為呢 其實在外國 比起美國早期的教育那方面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學院 有農科的學院 有些教育學院 也有些學院是專門訓練一些妙子很熟女 將來是嫁給達官貴人 做一個好的 就是有些好學校的 其實美國是有這些很多元化的 就是熟美玲那些 有些所謂的 就是那些community college 就是不同的程度 我覺得呢 其實呢 我們教育是應該是向這方向走的 那所以在某程度上呢 我覺得呢 合併就是違背了這個意思了 就是將我們的教育的多元化 那個性質呢 是越來越去變成一向 就是單一的 所有大學都是這樣的了 初初的學院不夠 要做大學 大學不夠 有實事學位 有實事學位不夠 加個博士學位 到頭來呢 其實呢 每間大學呢 跟其他大學沒有什麼分別的 這個其實呢 就是我們的教育 在制度這個方向 是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呢 我也都反對呢 就要將它合平 即基於這個原則 我們社會是需要多元化的人 是需要不同的方法去教導 去培訓不同的人出現的 好了 還有一件事呢 羅太呢 在詞釋裡面 就是提及了 那個問題呢 就是香港的人 應該開始去了解一下 那個香港的 畸形政治生態方面 其實 香港的政治生態 其實 從我陳英所說的 其他國家都是 有什麼事 罵那個人 叫他下台 那個人下台之後 递他上去 所做的事 也都是這樣 他面對很多很多的群眾壓力 是沒有人就好好的 去平心言論 看看到底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大家都是一個利益衝突 誰在裡面都好 但當然呢 永遠是用一個很崇高的理念 學術自由 學校的主權 用這些理念 但最終最終你都看到所做的行為 是吧 剛才我已經提出 其實報紙先生有說的 為什麼早不說 前不說 到你被人辭職之後 你才說這件事呢 是吧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是吧 羅太的做事的手法 其實不是一定不好的 有時候真的要一個鐵碗政策 將那些不好的 不適當的人 是早早解決了之後 來到香港 可以有一個真正的學術解決 可以看到 最終搞了這麼多事情 花了七千多萬 香港的納稅人 都其中佔了三千多萬 每一個參與的人 都要付出很大的金錢 其實反映了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香港的律師費用 黃岩然說這個故事 其實在我讀書的時候 在我讀直播神經科學院的時候 我們都要讀的 讀一言是Juris Prudent 即是法律方面 我們這位講師 一個猶太的律師 他就解釋給我聽 他說我們不要妄想 以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公義的社會 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 我們只不過是生存在一個法治的社會 但法治的社會 不是等於公平的社會 那這個是很好 我聽了這麼多成言 他所說的話 我真的永遠都記得 還有一件事 他也提及 他作為一個律師 他說 在所有律師打官司的糾紛 真真正正受惠的人 只是一個律師 你可以看到 一單又一單 你可以看到 我們香港律師的費用 其實可以說 根本是可恥 或者用我一句話 可能是可恶先的 這些費用 是哪一個人 是可以用這些費用 是爭取所謂一口氣 不要說一口氣 如果你真真正正受到 不平等的公公對待遭遇的時候 你想做一些事情 其實你是做不到的 我們表面 生活在這個所謂法治的社會 其實我們完全生活在一個 絕不公平的社會 在法律制度之下 根本是絕對不公平的 整個法律制度 是為有錢的人 來設計的 香港的法律活動 是怎樣的 是怎樣呢 我們要休息回來 說給我聽 唉呀 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 288248400 網址是 那麼調查委員會的費用 就是三千萬 李國張羅范招勳的律師團費用 是二千萬 教院校董會的律師團費用 是一千萬 那麼莫黎時和洛洪基的律師費用 是九千萬 九百萬 其實呢 可以這樣說 其他那些 就是一個團體 或者校董會 或者一個政府的公務員 其實那些費用 可以說 已經有人支付 除了莫黎時和洛洪基 那些律師費用 要自己付 好了 那麼這九千萬 他們怎樣去呢 暫時來說 也有很多數期未清 那麼也都在報道上 也都說 這九千萬 其實已經是一個減了收費的了 李柱銘為首的律師團 是用的有程價 有程價 已經成九百萬 那麼 在目前來講 在目前來講 他說 籌得的費用 是教協副會長 說 現在目前籌得的費用 大概是近八十萬 十分之一都未夠 那麼也都有市民 是直接把這些捐款交到律師樓裡面 那麼總共呢 就加加起來 就有一百一十萬 OK 那麼大學 教育關注組和教學 已經為他們兩位 支付了成四十萬 那麼之後 你可以看到 是九百萬裡面 真真正正 用到 付到 籌到 是一個很小的數目 那麼我相信 這件事過後 之後 他們的最頭痛 這兩位 莫黎時和駱鴻基 就要想一下 如何支付這個律師費用 那麼報道上 有沒有講及他們 如何做些什麼 賣樓 賣樓嗎 貢獻給律師 幾十年 這是什麼法制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 遇到你需要尋求法律公義的時候 簡直是一個開玩笑的 香港開佈這麼久 英國的所謂大英法制之下 整個法制是為誰而設的呢 為律師而設 很明顯 和為有錢人 是供律師的費用 為什麼這麼久沒有人說 香港這個問題 我整天說 沒有人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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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說 好笑 這麼不公義的制度 傳達在香港 香港七百多萬人 從來沒有人去想想 忍氣吞了就算了 吞了就算了 孫泡文未來 他又不喜歡馬克思 不過馬克思早就說這個 馬克思是律師 馬克思 本來是律師 德國做律師 他躲在英國 但是他說 律師基本上是 就是 法律基本上是為有錢人而設的 是 是完全不公正的 是 完全是壓迫窮人 是 因為你沒有錢 是很怪異的 我記得我早年 八幾年的時候 上去大陸 剛剛開放制度 開始有律師 他的制度是很有趣的 那時候我開始讀羅 他的制度 原來律師是公務員 全部 收費固定 所有律師收費都固定 不知幾元 每個人都聘請你的 可能我們看醫生 幾百元一天 總之最多是這樣 是居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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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務員 是固定了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都是有國際律師行 請他會有不同收費 有准事人制度 但原則上 應該還是公務員 那時候 我讀了英國法 他說不行 你不代表 跨別人利益 因為你固定收費 我和那些教授爭辯了一段時間 結果我回來 我覺得他是正確的 為什麼呢 他說 我問你 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 維持公義 跟你誰給錢 有沒有關係 沒有的 為什麼我給錢 你就一定維持公義 就幫我維持公義 為什麼 限制了收費 公務員收費 那個是打證烏工的 我也是給你錢 律師幫他限制了 那他就不會幫我 是兩回事 我也是在律師廣場做過 我也接過很多法援案 我問問自己 其實我做的時候 不管你是自己給錢 或者法援 做到如果是專業 我想醫生你一樣 不是那個客人給多些錢 你就做得好些 你是每一個人 你都盡力去做 如果接了的話 如果接了的話 即是我們 我們想問 那些卡奧 大家坐著聊天 其實我們有沒有分的 沒有的 總之這個是客人 那我就盡量想著 是他那裏 當然不可以犯法 甚至說給了錢 都是這麼壞 給不給錢也是 就算給錢 你不知道他都是壞人 但是 都不要緊 因為我們的原則 就是維護他的利益 總之在他的利益裏 不要跟他做老闆 就算了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國內的制度 有什麼不好呢 限死所有律師 你只是收費用 你是有理想 你就做到這個行業 你就幫人辯護 幫人做事 你盡力的能力 那這個跟錢 都沒有關係 你是不是盡力 是不是盡心 但是英國制度 就不是的 你好像要信他 一定給錢 他給很多錢 你才是對的 那個人才能維護到你的公義 維護到那個制度 那是不是很怪異 完全怪異 有兩回事 有錢和沒有錢 和不維護正義 有兩回事 只是他有沒有收費 維護正義 不是有錢的問題 是 是 但是現在說的錢 是大部分人 絕大部分人 是給不起的 是給不起的 那這什麼叫法治呢 什麼叫做公平的制度呢 如果百分之九十九香港人 根本是 不負擔不起這個制度 沒有的 這叫做公平的社會 簡直是可恥可恥 可恥的 香港這麼多十年來 根本是應該推翻這個制度的 我不明白那些政客 那些革命家 為什麼去打官司 從來沒有人提這個 他們喜歡去打官司 出風頭 但是他不提 馬克思早就說了 這個很荒謬 所以他是不贊成有律師 每人都做到律師 很簡單 為什麼你不做到律師 為什麼我不可以上去辯護 是 跟什麼一樣 只有一種情況例外 就是你自己 你就可以了 那個教授那個校長 這個副校長 其實是可以自己上去的 但問題是這樣 你會輸硬 輸底了 輸硬了 為什麼呢 很簡單 不過那個官 對貫大了 你這個人就很窄 講的東西又不是法律 就是有個人來教你醫學的東西 你當然是很鄙視他 你都不懂事 你求我說這些 你其實對他已經有偏見了 他們是喜歡大家是法律的 一起讀法律的 一起講 玩自己的遊戲 我不是宣寒 遲到 不好意思 但我想說的是 我都很對律師很反應 我不知道馬克思有沒有說過 但我只是另一邊說過 受保護的工業一定是有好處的 其實教員本身 如果你真的想 rape這個教員 是 就是想逼他去就範 是 其實真的有方法 就無限量引進這個先生 我不知道王岩年兄 你知不支持這個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 令到有教改的 那些先生的質素提高的 是 不可以競爭 就給大量輸入就可以了 大量輸入就可以了 不是不是不是 不用輸入的 你開胖 所有人都教得輸就可以了 是呀 是呀 阿金鷹為什麼教不了小學 我都不明白 就是今天有小學生說 如果有一位朋友 繼而結婚再生孩子 我一定會給你今天教 你給我教好 因為在這個自圖市場經濟之下 今天最有效 用他的才智的方法 就不是去教書 所以 所以我的兒子 無法給他 當然不行 要拿 license 連George 去入名校都不讓他進課室 我都不教得 我都不教得 我教過PhD的 有些專業班 會計的專業班 那個已經有了PhD來上課 我批分 他才合格 他才可以去做會計師 我也教過 讀博士都可以 但我不教得中學的 其實我講真的一件事 我現在97年代 大家都有五個受盈 97年代最大的問題就是 香港所有大學 特別是專業人士的學院 法律 醫學 教育 等等 現在製造了一班既得利益者 就是非常排斥外國來的專業人士 是 那沒有了 香港 你面對著一班這樣 剝削其他普通香港人的專業人士的時候 你會怎樣覺得 以前還可以在外國 在英國輸入大律師專裁 律師專裁 醫生專裁 教師專裁 現在沒有了這個藍 還有 他們說就說 我是中國人自己做到的 說是中國人自己做到 那就是保護 香港畢業生才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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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香港大學才可以做 那如果是香港大學畢業生才可以做的話 在香港大學畢業的專業人士 就會有瘋狂龐大的利益 去保護這個情況 當我不說 我很仰慕這個 我自己是蘋果日報 不過我覺得 星島的何柱國 其實 我不要說他爭恨大律師 他覺得大律師都是一個受保護動物 是不對的 大家作為生意人 其實如果你要正視 香港出路這件事 未來這件事 第一件事要打破就是所有專業團體的壟斷 是 大律師、律師、醫生 西醫 教師、會計工程師 如果全部都是香港訓練的話 你要打破它 那 我多不說西醫 一個西醫要開藥給你 那顆藥院要經過的Testing 是很多的 Double Blind Perceival Test 很多事情要做的 是 不過索基令到你神衰竭 令到你的膀胱受損 一單就說會是 當然我不是支持你索基 只不過是 整當你有一班這麼大的利益團體出現的時候 他們說什麼你就要相信了 香港現在的現象就是這樣 我亦都覺得這個現象為什麼會出現呢 就是我們香港教育徹底失敗 是的 其實香港教育徹底失敗 我不是說這個事 如果你想對付這班專業團體 特別是曾蔭權 曾蔭權自己本身沒有機會讀大學 在香港 即是他窮家子弟 他聰明 不過不是聰明到可以進入廣大 至少不要說他聰明 可能他當時沒有屈服於這個制度之下 沒有出賣到專業 我不知怎樣 隨便拿不到scholarship 入廣大或中大 OK 他自己深知到 香港有很多很talented的人 讀大學 不如這樣 如果你真的要閹割教院 閹割中大 閹割廣大 閹割廣大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們現在校社上面的地 我給你 審信給你 之後你就不會拿政府資助 學生要讀大學 我可能全球有一千間大學 有approved list 香港學生如果去這一千間讀書的話 我們香港政府資助 到時 我不知道香港學生 還會不會去教院讀education 有一千間學校去選的時候 外國 香港大學面對的競爭會大到 就是我不知道香港人會不會讀香港大學 或者中文大學 或者是銘爛大學 不過起碼他們自己都會醒水 去提升自己的質素 那 亦都可以給到很多 入不了香港大學的學生 有機會去讀這個大學 是 真正是你自己知道的 我經常都笑 我自己的欄裡面 經常都笑 曾特首 說他不要小器 親疏有別 強正勵志 做不到 這件事你自己感受過的話 你做吧 我不是叫你去閹割教院 不過你給學生有選擇去讀書 錢就花了 曾蔭權好像提過學卷制 他挺喜歡那件事 曾蔭權那個年代 應該只有1%的人讀大學 香港大學 所以他不能讀也是正常 因為當時 譬如六七十年代 譬如我太太 她絕對是有資格入大學 不過不夠學位 只有兩間 當時香港政府沒有錢 現在我們坐擁千億盈餘 說真的 你寧願買美國債券好一點 不要說不要給 借錢給我們香港的學生 去我那裏 好過你現在 教院強迫性 政府成為天神 說你要合併你就要合併 這是什麼制度 我是右邊的 我承認我是右邊 黃岩彥興你是左邊的 你看這件事 大哥的確肉酸 大哥 他才強行來 還要在那裏 人家寫文章 就說搞定別人的 工作 羅范椒分 我覺得是這樣的 他是一個盡忠職守的公務員 甚至是太盡忠職守 要為求落實政府的政策 他太盡 如果從一個管治角度來說 這裏法子 就像上次打短財一樣 就是棄誰 棄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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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一個命令,這個政策我們就要落實了 現在我落實的話,我就被人這樣玩 所以其實羅范昭芬我自己也看不過眼 不過最後這一刻他辭職,他寫的東西說保護公務員的尊嚴,我也是有點福 我當然是黃雲賢,你可能不同 我聽到他辭職,我就挺欣賞的 挺有格式,但我聽完他講,我又覺得真是多餘 真是多餘,你如果是維會公務員的尊嚴,應該不要辭職 然後大大聲說,局長你先辭職,跟著辭職 那就是維會公務員尊嚴,因為對的,accountability 基本上是局長負責的,為什麼要撲出來辭職 我真的不明白他為什麼不快辭職 說了數吧,台底 不不不,我們不要說,其實未必的,這件事我同意的 大佬現在問題不在於他打電話,問題也在於他打電話下去叫他解僱 問題在於他要將兩院合併 其實說真的,教院讀不讀立,合不合併 都是政府之助而已 從一個自由經濟學者來說,看著這兩人合併也好,不合併也好,政府付錢的 沒有分別的,完全沒有分別的 你喜歡怎樣搞就怎樣搞 現在朗幻椒說有干涉的學術自由 他自己辭職就算了 不過我覺得,李國將不離開就離譜了 我好像說明天,是不是明天? 曾蔭權宣佈他一個... 即是一定沒有分,這個 還有幾天 說真的,在我雪櫃裏面有一支香檳 那支香檳已經雪了半年了 我已經說過,李國將下台那天,我就開了 你很不喜歡他嗎? 我自己,我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學勸制的支持者 那麼,李國將在這個...就是這個學勸制 我已經不出聲了 那時候我去了一班私立幼稚園的搞手的meeting 他們說的一個很簡單的 其實是有個家長說的 就是說,非牟利收某個價錢 牟利又收某個價錢,同等的 那為什麼牟利那個沒有資助,拿不到學勸制 那為什麼非牟利拿到呢? 作為一個家長,或者教育政策也好 教育政策最歸根究底就是 這個政策教出來的學生好不好 那你關不關非牟利或者牟利事呢? 為什麼要多加一重呢? 那在那一刻我決定了 我已經跟他們說了 李國將不走的話 這個學勸制始終都會只給非牟利 不會給牟利的 所以我已經說過了 他走的話,我會大事慶祝 當然大事慶祝,我讀書 但他走了都未必改變這件事 不是啦! 不是啦! 都是希望在人間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香港加好大行動 其實都已經看出了這個問題 從頭到尾都是這樣說 其實很多社會上的問題 就是這班專家 這班專業人士 我們依賴他們 為我們建造更好的社會 這班人是製造出來的 所以他們永遠是有自己的既得利益 要維護的 但我亦都很強調 即是我們遇到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就叫一個人下台 亦都解決不了問題 是,對 亦都解決不了問題 即是我們從這裡學到的東西 其實呢 要了解整個教育問題的背後是什麼問題 是不是有所謂學術自由 或者有教員自主權 或者他合併與不合併 跟我們香港教育的質素 會不會有改善呢? 其實可以這樣是完全不拉家的 因為這個問題都不在這裏 香港預見那個教育問題 根本就不在這裏 是,都是對的 我呢 我就有一個比較新的想法 即是現在新科技已經到了階段 我們還需不需要學校這樣的東西呢? 比如說 你需不需要去到外國 然後才去讀外國學校呢? 不需要的 我明白的 我絕對明白你的問題 即是說技術這件事 即是說技術這件事 是將距離這件事 脫衛了 是的 現在問題就是 有些人想試新的教育方法 現在 教統局 即是不要說教書方法 連你請校工 可能請先生 點請法 給多少薪金 全部有規限 可以將這個框架全部打破 用新的科技 說真的 一定有民粹議員 就說監管不足 就一定要監管 如果你真的說一個政策上 怎樣去 bypass了這個 民粹訴求呢? 沒錯 政府可以繼續監管某類型的中學 不過如果家長覺得 政府監管的中學 服務不到他自己的子女 他就可以拿學權 去另一間中學讀書 即是如果 我兒子很頑皮的 很頑皮的 很頑皮的 十幾歲已經是 差不多 如果在普通中學讀書的話 就不會再讀了 即是他是頑皮的 這樣的話 突然間有人在大亞洲 開一間軍校 就說 同等學費 不過軍校形式 即是那些年輕人六點 都被人撐起來 粗兵 無論如何都好 搞定他 可能作為一個編稱的父母 我會去那間學校 試一下 對 現在問題是 有沒有彈性在辦學 現在辦學自由上 學圈希望可以 繞過教統局的規範 我不知道 曾蔭權自己有沒有勇氣 曾蔭權 我聽AO說 曾蔭權是一個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的人 他完全是 今天只要救到火 他完全是 沒有人 不是沒有人 而是他不在意 未來是怎樣 他真的不在意 如果有一天 真的可以看到曾蔭權 我真的想問他一句 你自己兩個兒子 你兩個兒子應該有孫 你自己想你的孫 是生活在什麼世界裡 他不會看這件事 問題就是 馬克思烏托邦 沒有問題 你起碼給我看 香港2047年會怎樣 周恩強是不知道的 我自己本身有兩個女兒 我絕對不會讓她回來香港受教育 我可以告訴你 是問題 很多公務員都是跟你有同感 包括很多香港教育的公務員 都是跟你有同感 她的女兒好像在外國受教育 對 很多人 用政府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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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孫這裏 你經常都說 你這個系統 我真的覺得很 唉 我自己作為一個 二十到三十歲 我就算找到一個好女孩 結婚 生了一個兒子 那生不生啊 你這個曾荣權打造一千萬人城市 我支持的 一個城市有吸引力的話 絕對會有人搬來 本地人會生育的 問題就是 我這一代人 真是會生 我們生不生啊 四百多萬一個 中委數 貴一點 一千一百多萬 養一個生兒子 到二十六歲 如果有學勸制 不是有學勸制 有學勸制之下 為什麼政府幫不了我們 去給教育 我不是說 很多人覺得 大學多些學位就可以了 如果我的兒子 或者女兒 是應該讀外國學校的 那怎麼辦 如果他是有心讀完之後 回香港服務的 那怎麼辦 為什麼香港政府 不做些事情呢 大公務員正在做的 我就說 諷刺到這裡 一個沙子 有一次 去洗手間 有個 藍帽子 突然拍一拍 我說 誰來的 阿九 認不認得我 聊聊聊天 我說 你兩個小朋友 大了 去了英國 我說 你去了英國 讀大學 做沙展 其實很多公務員 月仔 我自己的想法 你看回歷史的話 香港絕對 將來是很有發展前度的 會成為一個世界的投資中心 住宅 一定是會有的 香港下一代 如果他接不到棒的話 也不會阻止香港成為一個 國際金融投資中心 我不敢說 很難說 不要緊 你根據什麼 但是 一定會有人來做香港發展出來的職位 一定會有的 好像金鎮 金鎮 你那些朋友 那些子女 那些 那些會回來的 因為他 這些職位是很 不是的 現在 大陸那些 上海 廣州 那些追上來 那些都會下來的 不是下來的 每個人都走上去 說真的 說真的 曾蔭權說 打造一個一千萬城市 我是支持的 不過如果是下戀 上戀後打了千萬平市 如果下戀是說 製造金融中心的話 我是絕對反對的 因為你不知道香港將來 香港人選擇的道路是怎麼走的 如果有強權政府說 這條路我就這樣走 你不走的話你就死了 那 我是非常反對的 而曾蔭權 我不要撇除這個 金融中心的地位 如果說打造一千萬城市的話 如果 我以前在美國讀書 大學的時候 在一個叫蜜茲根州的地方讀書 蜜茲根州是造車的 蜜茲根州的最大城市 叫抵德律 抵德律 80年代初 有三套電影 叫鐵甲威龍 鐵甲威龍就是講抵德律史的情況 Robocop 在這齣電影裡面 寫抵德律是非常之 文不聊生 治安非常之差 周圍在毒品打劫 那 我自己本來去蜜茲根州讀書的時候 就發現這齣電影 我不知道拍的時候是不是講真話 不過我去到的時候已經講謊了 因為抵德律史 你已經沒有人住了 抵德律史有八成的大廈 是空置了的 業主已經把業權歸還給市政府 因為算了 我地稅我不想交 已經沒有人了 如果抵德律史政府 現在有80萬人 最高峰要有200萬人 已經沒有了六成人口 如果抵德律史的市長說 我要將抵德律史變成一個千萬人的都會 全世界都會笑他 你憑什麼 誰會來抵德住呢 我們香港好的地方就是 我們特首說要製造一個千萬人城市的時候 對千萬人城市的時候 我們香港人不是第一句 不是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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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那我最愚蠢的 我都不想說這詞 我已經很久沒上這節目 最硬家的提議 就是要投資移民 我已經聽到這話很生氣 因為在世界上 說這個銀行存款 每人的銀行存款 即每人的銀行存款 香港是存實最高的 是香港的GDP,每年GDP,人口GDP,perhead的10倍 如果我們有這麼多錢在銀行體制裏面 我需要投資移民 不需要的 現在問題是,不是香港需要投資 我們香港需要的投資機會 我們香港政府是不是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人們覺得 糟了,如果我投資在香港 10年、15年或20年下是沒有回報的 我不知道,香港政府是不是做了一些事情 曾蔭權現在給了一個訊息給我們香港 不要說鄭建華,先說董建華 董建華經常都說葉劉淑儀出來說 第一次釋法 關於小人蛇,關於居港群 釋法是果斷的決定 兩天前我寫過 即是果斷的話 整個有效率 說果斷的話我不要不理 在97年前 我相信 最期望香港回歸中國的一群人 就是在大陸有小朋友的家長 因為他知道香港一回歸之後 根據《基本法》 他們的小朋友就會成為香港人 因為《基本法》規定 如果可以快些落實《基本法》 他們就會開心 他們真的是最支持 他們最愛港外國的一群人 好了,現在一過度 怎樣呢? 他們就過來香港 去《人民共事務處》 你不妥的 打官司吧 我告你吧 司法制度就是我們最終 吵架的審裁處 第一回合 地方法院不正確 打上去 打到公共法院 公共法院 公共法院再上上訴庭 上訴庭不正確 再上 最後去到中審法庭 有五六關的時候 如果我最終是贏的話 大家有這麼多判詞 我會服的 好了,現在問題就是 《基本法》裡面寫得很清楚 所有香港居民的子女都有居上期 他們以一個非常之有文化 斯文的方法去打官司 去尋求這個公義 每一次打都每一次贏 即他們不單是尊重《基本法》 還要很尊重香港人的文化 就是打官司 打到最後的中審庭 都說他們贏 還贏嗎? 他們問 好了 這個特首 行政機關 要求釋法 釋法的時候就說 這班人是沒有居安權的 他們已經是 等了這麼多年 在港英政府之下等了這麼多年 去到這個中審庭 贏了 最終人大釋法輸了 剝奪他們的居安權 好了 和諧社會嘛 外港外國人士 是強調的 在這宗釋法之後 引發了什麼問題呢? 人們拿著汽油彈上去 人民有何事務處 當時還未流行terrorism 還未流行恐怖分子襲擊 如果看回1997年之後 唯一一次最負政府的恐怖襲擊 是如何引發出來呢? 人大這麼粗剝奪香港人 香港兒童 應有的居安權 好了 到了2006年 2005年 曾暗權走出來 說我們香港年輕人不夠 如果1997年 你被那班 真是應該是香港人 有年輕人過來的話 你哪會有這個問題呢? 還有支持釋法的人 有些人說是因為強靜勵志 愛國、愛港才支持釋法 你是不是真的釋釋法? 那班非本港子女的家長 在大陸有大陸年輕人的家長 以前是非常之以基本法的 很期望1997年 主權回歸 現在你剝奪了 他要聽多少次心系家國 才去重新愛港愛國呢? 好 先休息一會 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